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校現在兩百多間 等於這是一個很龐大的企業體 龐大 而且現在呢 就是立足台灣 放圓全亞洲的英文市場 北京第一間分校 已經成立了 成立 你會進去 你以為會去到酒店的那種種子 真的嗎 對 真的 忽利堂 我看那個 就是老師給我看那照片 滿驚人的 客人很會定義 說像Zara旗艦店 Fu就是這樣 因為我好大一個落地櫥窗 是我的照片 那北京的朋友比較不認識我 還以為請什麼model 有一張照片本來是要放 像她穿慈禧太后的 垂簾堅正的照片 教練的天后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真的 創業圍堅 真的是 老師當老闆這件事情 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膽子很大 我在補習班教書教個兩三年 就決定自己當老闆 因為你自己當老闆 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思 設計教材教法 但你自己膽子真的是 這個要 那年大概幾歲 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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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沒有一個就是事件 譬如說被老闆罵到不行 或是被人家支配 你必須要做這個做那個 有沒有一個事件 我覺得關鍵的事件 就是當時我在 重考班上課 然後我發現 重考班上課的宣傳單 已經用我的名字 打頭牌來宣傳招生 我想 我可以替他招生 那我幹嘛不替自己招生 妳已經是狠牌了 重點就是想多賺錢 賺人家 乾脆自己開一家怡紅怨明 我比喻是紅牌這樣子 那黑顏哥也是啊 想要講一下嗎 不要用 我… 家長抗議啦 我姿勢真的是需要再多學習 我加黑顏 你自己也有很多的投資 你也是自己創業啊 創業 對不對 全球策略長分享一下 不敢買 因為我的棋 因為跟運動員有關 對 就運動員其實跟 演藝人也蠻像的 就可能一場比賽 或一次緋聞 你的人生或生涯就game over 對不對 因為我是很年輕的時候 碰到十字人在斷裂 真的 然後我就知道 這個瞬間 你可能是從天堂到地獄 然後如果你當藝人也是啊 你看現在八卦媒體爬糞 有理說不清的時候 他照到一個你的抽吻 你就可能go in這樣 對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問 go in down 所以我現在就是也自己也看多學習 你說多投資的話當老闆不敢了 但是一定要為人生的下半場做努力 對其實可能因為經濟不景氣 越來越多人想說我自己經營自己 自己賺自己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勞工局公布2012年上班族的創業意願大調查裡面 八成上班族有意願創業 哇 那我公司的同仁們其實都想自己當紅牌 你不能讓他們當紅牌你知道嗎 你就差不多他們到二線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壓 壓 減少客量這種 不過這講的真的是有道理 對 有道理 真的喔 今天來賓我跟你講就是幫助你們喔 對 更有信心對於創業這件事情 但他們都是苦過來的 第一位前輩 我跟你講 他在我們體育界是一個典範 對... 他是典範 因為他的聖頭數還是聖長數 我們是完全不能典 不能典 可是他自己捲起袖子來 然後做另外一個事 我剛剛錄影前 像個小球迷粉絲要求跟他合照 你這種未全龍的球迷 真的 我以前是三上虎 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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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明星轉型為成功老闆的 黃平洋 耶 其實投資啊 副創業啊 真的要有勇氣 還有要節訓 真的 那最主要是什麼 要多聽別人的意見 這才是最重要 對 你好 今天要留下 從王牌投手 然後到怎麼是如何創業 讓觀眾好好向平洋大哥學習 下一位行男職場官 大家何取勝 請贈 請贈 老公平的調查有八成的人 想要自己創業當老闆 但是最重要是先要了解一下 到底自己有沒有當老闆的性格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性格決定你的命運 哎唷 性格決定 有沒有老闆的命也很重要 有沒有料也是重點 是 那到底有沒有老闆的命 要請問下一位專家 想開店就找他 企業講師 開店達人 貴視頻 貴老師 創業有成功 有失敗 所以每一個人呢 在創業的時候 要按照你自己本身的條件 你的資金啊 技術啊 你的人脈啊 這些有沒有準備好 準備好了之後 再去創業 不能夠一味的往前衝 成功機率才會比較提高 哎 謝謝貴老師 下一位全台灣最大美食網站 副執行長 Erica 創業是一種很棒的 自我實現的一條路 那創業就是要靠自己的 堅持跟毅力 然後不要放棄就會成功 哎 歡迎美女 下一位 你多多慮啊 全台最夯飲料 連鎖店老闆 副錦毛副老闆 創業不一定很困難 也不一定要開大店面 大成本 選擇小額投資 穩健獲利 小餐車也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哦 哦 光這一段背了一個晚上 哦 哦 小餐車也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哦 這感覺是被蓋台的廣告 哎 可是我覺得就很好人緣耶 很可愛啊 很可愛耶 聽起來就覺得很有說服力 富老闆不要看是賣飲料 不然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現在有幾家分店 目前全台有六百家 六百家 天啊 我的身份耶 六百家啊 好可怕喔 那你一天的飲料 如果都倒到地上 就像河一樣 對啊 是啊 不是 他們不懂 你知道 他們不懂那個量有多少 他每天的量 全部倒下去的話 就是一條濁水溪了 對 可以把台灣分南北了 水不能水那邊他們用完 對 不過今天要先問一下天團 你們看起來就是有老闆夢 對 看這個夢到底有多遠 先看一下 你們想開什麼店 我很好奇 年輕人想開什麼店 好 美甲 創意料 攝影師 漫畫店 畫畫才藝班 畫畫才藝班 Vivy是畫畫才藝班 對 四十萬怎麼夠 因為我已經有在 因為有屋子已經 家裡就有房子了 自己的店 對 然後我喜歡畫畫 我希望 我看過很多小孩 上才藝班都上得很辛苦 然後我希望畫畫是很快樂的 然後我想要我學畫畫的感覺 也傳給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不好高 就問老師了 責任應該很大對不對 因為我們如果開一個分校 有畫畫才藝的話 成本大概兩百萬左右 好多啊 你從立岸裝潢所有東西營運 光彩色筆就花一百五十萬 還有儲備機 又不是開完店你就可以 對不對 四十萬是不夠的 他如果看你的 如果已經有房子 屋子備好了 如果你沒有租金的 沒有租金的壓力 Vivy 我跟你講 四十萬你就做VIP 101教訓 四十萬包准他 哇 救你媽媽了 我跟你講 小哥 像我自己就想開美甲店 因為我們自己女生都愛美 而且美甲店 她的成本其實非常的低 所以她利潤很高 而且她的成本真的不用拿出太多 所以我就很想開一間美甲店 可是競爭很激烈吧 門檻低就在表現非常激烈 所以它就是主要的話 就是行銷就是在於那個宣傳的部分 就等於說在賣你的技術 但是一旦你賣 其實真的利潤非常的高 美甲店來講的話 你看你本身你性的形態 如果你開在那種都會商業區 就是走比較流行的那個路線 那個當然要 投資性相對 裝潢比較漂亮 投資性的相對要比較多 現在美甲店 除了說你走比較流行的那些之外 另外還有她可能做這種婆婆媽媽的 她可能在傳統那種市場旁邊的 那種在開 那個裝潢很簡單 那可能來八十萬來講 對啊 都不用 太多了 我以前我也輔導過 像那個越南配偶 到台灣來了 對啊 他們也是就開這種美甲店 通話醫師就有在路邊 就路邊 對啊 他們還不是路邊 他就有一個店面 但是很簡單 沒錯 沒什麼裝潢 所以那個來講 應該都不用八十萬 對 五坪七坪 那這個來講 他純粹就是勞悟的 是 他就收入 他的商品 沒什麼商品成本 所以八十萬是可以弄到很頂級的 可以 很頂級不敢講了 八十萬夠 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問一下啟聖哥 其實上面族創業最多的形態 有哪一些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那時候大家景氣不是很好 所以曾經也做了這麼一個調查 第一個大家想要做的 這個是想 只是在想而已 第一個想要做的就是複合式的餐飲 這可能是很多的這些 目前還在求職的朋友 或者是說上班不開心 像剛剛黑人說的 想要當老闆的 最想做的 這個佔了27% 另外第二名就是個性化商品 這些有非常多的實力 有人複習美工賣早餐 賣一賣 後來他就在自己學校旁邊賣早餐 後來有很多的司長看到了 他覺得很沒有面子 因為我們自己是學藝術的畫畫的 然後怎麼去開早餐店 他就開不到半年把它收掉 後來他就自己就在石頭上面畫 或者自己用鐵絲去做一些 個性化的商品 然後文創商的商品 後來現在都已經進駐到 這個一碟百貨裡頭去了 到裡面去設櫃 成品也設櫃了 這個最屬於個性化的商品 那第三名就是網路 就是一般的所謂網拍 還有這個咖啡店 網拍是大學畢業生 最想自行創業的首選 因為他只要10萬塊 就能夠創業了 他風險也相對的比較低 很多人在做這個 很多做這個網拍的 那冰品飲料呢 冰品飲料是很多人認為就是說 他比較沒有清洗上的問題 你比如說你要賣臭豆腐 那個油鍋你就洗得就麻煩了 那冰品比較沒有 然後第五名的就是一般的這個服飾 那可能受到這個東京卓義的這個影響 覺得人家做得那麼成功 從網路做到實體 做到現在入口網站都有他的廣告 那所以也有很多人很嚮往做這個 因為有幾女孩子 自己又要漂亮 然後自己賣衣服 這是我們做個曾經做的調查 前五名 我做生意的經驗是這樣 有幾個原則 就是人無我有 人家沒有的我有 對不對 那如果人有我特 那就商品差異化 他也有我要很特別 那人特 他你已經很特別 他也特別怎麼辦 我多 要大 結果他又大以後 你要什麼 人多我走 當然 你有尬死了 對啦 能吃能吃 代表你進去了 就別玩了 像現在我絕對不想要去弄 副老闆的那個 六百多家 六百家你就是多嘛 我走 我不跟你玩 可是因為要開店 要創業 資金就是關鍵 你總不好開口 跟爸爸媽媽這樣 或爺爺奶奶打不架 資金怎麼辦 有沒有可以解套的方式 現在政府針對想創業的朋友 還有規劃很多這種創業貸款 包括那個過去的親父會 現在到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對不對 還有這個青年創業貸款 青年創業啟動金貸款 老爾會也有辦這個創業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還有包括很多地方政府 台北市政府也好 新北市政府也好 也有都有辦這些創業貸款 所以我們先談一下 青年創業貸款 就是你已經創業了 在創業的時間 在五年的時間之內 有辦你公司行號 立案登記的 可以提出申請 那信用貸款 一個人的上限是100萬 那如果說你這個 如果有提供這些 抵押擔保品的 合計起來 一個人上限可以到400萬 它是100萬加上 抵押貸款300萬 合計起來所以可以到400萬 同一個公司裡面 如果說你有好幾個股東 股東合於條件的 大家都可以提出申請 所以同一個公司 如果說沒有股東的 信用貸款 本來一個人是100萬 那現在股東加起來 可以到300萬 那如果抵押單索貸款 對 抵押單索貸款 全部股東加起來 一個公司可以到1200萬 真的可以創業 對 這是 但前提條件說 你要已經創業了 你要已經創業了 公司好好登記 不難 現在議員登記了 現在議員就可以了 問題是你在辦貸款的時候 銀行看你申請的額度 你申請100萬 結果你登記資本要多少 議員要貸多少 原則是他貸款的金額 不會高過你的登記資本 這是原則 所以說議員的話 大概要貸議員就不用辦了 還有他的成事 老委會呢 他也有辦他們本身這個創業貸款 叫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對 那這些來講的話 就是說女性來講的話 是20歲到65歲 這個來講 如果說你有辦公司行號 這個登記立案的 上限可以到100萬 沒有公司行號登記的 但是必須到國稅局 辦那個本身那個稅級登記的 上限50萬 荒天理 這樣講就覺得很麻煩 要上課 要上課 因為年紀了 很怕麻煩 還要上課 可是你要當老闆 你要有所付出才有所得 聽到這是滿麻煩的 其實在國內 除了上一定要登記之外 其實國內有非常多的政府單位 在辦所謂的創業比賽 所以大家其實想要 可能還沒有申請公司 我的創業想法也還沒有真的實現 可是其實國內有非常多的單位 在輔導所謂的 你有想法 那你先來參加比賽 你比賽成功了 他會先給你一個比賽獎金 你就可以開始去運行的公司了 對 其實國內開始 陸陸續續十一點雖然會做這些事 現在呢 我們來看創業的五大熱門行業 將來好不好 從第五名開始 中民aining 這個五大的整理 是這個創業協會他們做的統計 實際去參與到 然後統計出來 最多的人去執行的創業的行業 跟你剛剛不一樣 你剛剛那個是想 對 這個是實際的 所以目前為止 創業真的有這種店對不對 有這種店 OK 可以也代表人很多 那你自己的特殊性在哪裡 我們看電影名是什麼呢 開店小飛薄 外送遲到 這樣做就沒錯 這是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遲到 好 我們看電影名是什麼呢 精品服飾店很多 有雙倍 第五名也是他 也是想 服裝嘛 對 Kitty 你自己就是 就是我啦 我真的是為了要圓 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們每個人小時候都想說 可以自己出國帶貨 經營一個服飾店 我就沒夢過這種夢 你就不能說每個人 好了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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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有老師性格 對啊 算了 然後我就去 真的就去做了 可是我的運氣真的非常的差 因為我遇到失大兩個最大的風波 第一個就是失大的租金 在最高的階段的時候 所以我的租金是每一年 每一年的漲是一倍一倍 長了之後呢 在每一年還要再壓多壓 三個月的壓境之外 好不容易開始漸漸的 有到了 軌道了的時候呢 第二波來了 就是居民的就是抗爭 然後就是很多麻煩 到最後我真的就沒辦法經營 我就直接就撤掉了 那這樣虧多少錢 虧了快七位數字 上百萬 對 因為你還要算你出國帶貨 然後還有押貨 一個年輕女孩蠻多錢的這樣 有一些囤貨 對 一定都會有 這是一定必經的過程 很多女孩子來講 創業都喜歡開這種 服飾精品店 你們要衣服 然後加一些包包 鞋子 加一些飾品 現在很多人喜歡走韓國的 韓風 對 很多走韓風 這是東大門系列的 對 很多都叫 變成這中間的成本來講 就是說很多你自己要去採購 那有時候你飛一趟出去的時候 有那個採購的成本 就是相對會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他們現在 有一些服飾店的老闆 他們想要節省成本 是不是有認識同業同行的 要採購的時候 就委託某一個人一次 對啊 去採購 我飛機票的成本可以節省 我採購的量可以比較大 價格可以壓低 它這樣成本可以稍微低一點 所以這起來是 想做賺女人的錢對不對 第四名是什麼呢 第四名 平洋大哥 那你的競爭也很多 相當激烈 尤其是現在 景氣不好的時候 很多上班族 因為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餐飲業比較 門檻比較就是便當跟鍋貼 這一方面的 而且它技術層面 不像是需要像A級的 廚師證的那一種那麼的高 所以它進入門檻比較容易 然後又是現金 對 雖然是小額 但是它是小額 沒有錯 但是它的量就很難講 因而而異了 平洋大哥這個有一個掛保證 就是體育的 量 份量一定要加 真的 我們體保班的 體保生要便當 我們會先看量 飯夠不夠 下不下飯 這些我覺得那個標準 老闆 這還有名人加持 對啊 還有名人加持 不過名人加持是好事 但是如果不好的話 它垮得也很快 壓力很大 所以說因此 平洋哥的那個品質控管 尤其事實上衛生這件事情 它非常重 所以我記得我剛開始 做便當的時候 在那一個月大概 足足一個多月的時間 每天都大排長龍 都是排很遠 排很遠 其實我想應該都是球迷 都是從黃平洋來的 這個所謂的蜜月期 蜜月期 但是重點是在蜜月期過後 核心 怎麼辦 蜜月期過後好不好 那個時候就見真假 對 是各隊的還是只有衛拳 當然是各隊的 各隊的 各隊的 思辨他 不分隊伍的 有些不分藍綠的 對啊 實際的球員背負了 有人喜歡你 有人就會賭籃 對 你有沒有看過衛拳跟兄弟打 但是那個只是現以球場 球場 所以有很多兄弟迷也會去彭林桑嗎 當然 喜歡棒球的 其他球隊友我經常已經送便當了 真的嗎 就送到球團 對啊 像很多 幾乎所有球隊都送過 先拜自己送 那那些有沒有 拿錢那些學弟 所以他們就感恩 痛不有提 先拜不好意思 幫你送便當來了 我看沒有人應該的 真的有送 就是學弟來接收這樣子 譬如說他叫便當 因為我們球隊 肯定有啊 他都親自送的 球隊規矩是這樣 最菜的那個一定要幫學長叫便當 幫全隊都打理好 但是當送便當來的時候 是比學長還要大的 可能是比他教練還要大的學長來的時候 所以那當下是 他們有嚇到嗎 其實習慣就好 這是便當的老闆 對 所以因為 其實每一個行業有每一個細節要去注意的東西 要去做便當業 餐飲業這種東西 那在當時我就覺得說 當然這個人家教我的 我覺得說 東西 你的東西人家喜不喜歡 等人家吃完便當 垃圾桶去翻一翻就知道 你的東西好不好吃 你的東西放垃圾桶 對 所以我經常會是等人家吃完 對 等人家吃完之後 我就放人家垃圾桶 垃圾桶 他們剩下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要那樣菜不好吃 這就是你不好吃的東西 一定會留在那裡 這會不會有人雕啊 已經老兄 老闆 冬瓜茶那裡少兩包 還是會有 不好意思 晚上送來或我下一次幫你補上來 有人會雕這樣子 還是會有 通常是時間的問題 東西倒還好 因為你知道就是 餐飲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吃飯就一定的時間 尤其是我們上班族 對 中午很重要 就是那個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遲到或是說 慢了幾分鐘的時候 通常都會愛罵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 我的員工就告訴我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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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去送嘛 這個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 快點 我去啦 所以這個一遲到那個都 幾乎去送了 然後我去的時候 跑到很快的 跑到流汗了 不好意思 今天有點量比較多 所以遲到了 然後這個 騎柏仁又戴安全帽 安全帽拿下來之後 本來他要開罵 看到你 你怎麼親自送 然後忘了要罵 對 有人還會照罵對不對 難怪是投手 腳層這麼慢 不用打擊 腳層這麼慢 為什麼腳層 撥到遠 不會 撥到遠 不會 腳層這麼慢 創業的瓶頸剛聊到 那貴老師 像這種便當餐飲的 Mega在哪裡 他這種來講的話 他的顧客一種是零售客 你直接到店裡面來吃 另外一種是接訂單 去送的 所以這中間 去送的這個訂單 有時候你必須要去 基礎去經營 基礎去開發 所以如果說來講 譬如說你做這個便當店 對啊 你每天早上的時候來講 你可不可以說發這個EDM E-mail 打電話給客戶 平常誰跟你訂他 你可以把你店裡面 做成這個EDM 什麼飯的 這個圖片都很漂亮 你要打開一看對不對 就打電話來了 要主動出擊 要主動行銷 要主動去找 不然有時候 如果說不可以到你店裡面來 那當然就看你本身東西好不好吃 還有地點位置好不好 另外一種是你要去接訂單 對不對 那當然這種來講 就是他生產的速度要夠快 對便當來講的話 大家有那個時間 都是很快速的 所以你本身的這種 臨時人力 堅持人力的安排 人手要夠 你不能讓人家等太久 尤其是像送便當的 那幾乎送去中午的時間 差不多是固定的嘛 你不能說我11點送到 或是下午1點送到 對不對 這個人都覺得不對嘛 所以你本來講 人力的安排要能夠很好 人力的安排 對 人力的規劃 還有路線的安排 我今天這一趟出去 要怎麼怎麼才能順 這些都是美感 還有製作的速度 相當重要 謝謝 所以第四名是餐飲 那我們看第三名是什麼呢 會員會飲料咖啡店 不過講到飲料 這 這沒有大亨 我們老闆不得了 六百家富老闆分享一下 我一開始退伍回來 就開始從事這個飲料的行業 其實剛開始那一波真的很好做 就是剛好台灣風行這個珍珠奶茶 哪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開下去賺錢 就開第二家 然後一直投資 總共開了五家店 請問第一家店在哪裡 班橋 對 那時候就是五家店的時候 大概有四五十個員工 那因為自己本身太年輕 又愛玩 那在整個管理方面 那我要看哪玩意 必須可以 我怕你誤入歧途 然後就是 比較不送於管理 然後沒有親力親為這樣 所以在整個店鋪 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比如說投資金了 那個營運下滑之後 我們就開始要擔心了 租金 人事費用 這些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五六年之間 慢慢就一直收 收到後來剩一家 對 那一家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研究說 到底我們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去想一下 第一我們就是投資的成本太高 店面投資 那個租金 押金 押得喘不過去 再來人員不好管理 所以那時候在整個經驗過程中 我們就去慢慢去改善 那後來就去想說 我們怎麼樣去把這個 以前的缺點都把它改掉 所以我們後來就 去把它做成一個 另外成立一個品牌 就是那個 我們自己去研發口味 就沒有賣那麼多了 我們覺得說應該 飲料店這個有市場的需求 可是我只要賣 明星商品就好了 所以我們店裡 就只有基本的六種茶湯 可是我們後來採用一個中央工廠的概念 那用那個小攤車 我們就在那個市場 那個夜市擺看看 那擺了之後效果非常好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 有人詢問我們才之後開始來開放這個加盟 對 這個就重點了 旁邊有你的多多綠 有嗎 老闆 有 你有賣多多綠嗎 對 對 放在那邊是誰 我告訴你 是你 你要喝 我不好意思開走 來來來來 白酒 白酒 老闆 我怕喝飲料是你的 聽說老師喜歡喝奶茶 對 這種奶茶 老闆剛才講了一個 老闆剛才講的一個 這個企業經營裡面 很多時候要去思考 就是減法的概念 就是有的時候 不是一直在拓充 一直在加 所以說它的商品 固定那幾個品項 這個麥當勞也是這種做法 它總共就是六個套餐而已 所以怎麼六個套餐 就相互去組合 他也不管外面 他沒有去一直開發說 有一百多種 有的餐廳一打開 那菜單一百多項 那個怎麼進貨 那個物料我怎麼管理 這很麻煩的 老實喝奶茶很重要 真的 這個部分可能 一點都不黏膩 我覺得是很清爽 而且還便宜 這個你還死 一千CC只要25塊 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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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這樣賺 老闆怎麼賺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 那個低價的成本 可是我們又把品質控制好 多利多少 你看我們講了三名 就有兩個是跟吃有關 所以你以食為天 我想問一下老闆 六百家 你的目標想要十年 你想要幾家 其實以台灣來講的話 可能大概 很飽和了吧 如果說一千家左右 應該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是開始會 整個往海外發展 哇 這可以嗎 你要搭著 徐薇的順風車 他六百家 我虛虛兩百家 他是一個國小旁邊 就有一家徐薇老師 不是嗎 一千五百倍的量 哇 天洋大哥 變大一千五百粒 我一天一兩百粒 我就這麼做 我覺得創業維艱真的是 聽了很多感人故事 第二名 第一名 我們來幫忙 第二名是什麼 早餐店還是吃的 天啊 做吃的 羅廣仲的最愛 小姑 妳也想開早餐店 是我一個朋友 他是自願意 然後因為他不知道 為什麼他自願意的學長 就是說那個 都一定要來開一個早餐店 對啊 然後他就是那時候選了 就隨便選了一個地點就開 他想說這樣溫潭溫潭 就開了半年 因為隨便選一個地點 就半年就虧了一百多萬 因為生意太不好 要選一個地點根本就沒有人 再加上他就喜歡自然型 對啊 最後他就熟了 早餐也到耶 辛苦 這超累對不對 你做餐飲早餐 四點 人家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動了 半夜就在動了 對不對 你有想過開早餐 當初還沒做便當 之後有想過這一點嗎 完全沒有 很好吃 橫越一道 對 橫越一道 其實我在想說 早餐店為什麼那麼多人做 因為可能他開店的成本 不需要那麼的高 進入的門檻會比較容易一點 對啊 然後專業技術也不負擇 10萬塊就可以開店 早餐店大概貴老師 如果現在早餐店來講 很多都是發展連鎖加盟的 那現在早餐店發展的趨勢 就是營業時間延長 不單只是做早餐 做午餐 對 早午餐 所以那個店他就要有些裝潢 所以這投資金額就會提高 大概想說大概要七八十萬 哇 你早期去加盟的 那個早餐店可能很簡陋 沒什麼裝潢 用它環境不好 對 沒錯 那桌子都是折疊式的 那個投資金額大概相對就比較低 對 那現在再開出來這些 就弄得比較漂亮 包括很多他有一些店 桌椅放到旗樓的 你發現那個桌椅 也比較有點那種 咖啡店的那個味道 對 那個質感就比較好 那個大概就要七八十萬 所以做早餐可能第一個要能夠早起 第二個 手腳動作要快 第三個 記性要好 很多都是熟客常客 你要去的 老闆一樣 你就知道做什麼東西了 有熟客 對 因為你早餐店 他一定是坐周遭附近的 不會大老遠的 所以不要一個是住家附近 一個是上班的附近 他如果剛剛那個朋友開的那個店 不是住宅密集的 也不是上班密集的 那很多就很難做了 需要跟著球隊開早餐店 你們一去吃幾千塊 如果生氣想打員工 你還可以這樣做 幾千塊 我們陳超 蛋餅可以吃到幾千塊 蛋餅吃到幾千 就在松山高中 然後陳超的時候 因為陳超訓練期只有這樣 你球季開始就不能超 陳超的時候 每天早上 我們的六點開始起跑 跑到七點 哇 大家餓得要命 光早餐 疊上快五千塊 對 哇 做這一套就夠了 就夠了 蛋餅喔 就每人每天一種 然後斜板麵啊 煎蛋啊 陳超訓練期 然後我們 我們是籃球選手 又不是相撲選手 幹嘛這樣搞 我也不知道 我們那些就是瘋了 球場就不准怎麼樣 因為我們一走 他生意滴滴落 靠我們 現在講起來小餐店門檻叮 但是還是有創業失敗的吧 桂老師 當然有 創業會失敗的 尤其很多是做加盟的 第一個如果說來講 加盟品牌選錯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 連鎖加盟店來講 有時候好的時候 玩那個品牌整個做得好 失敗的時候 整個品牌怎麼樣 一直跳下去 所以有時候來講 跟品牌走 對 跟品牌 你選了強的品牌 管理做得好 品牌形象好 顧客就上門 生意就好 如果你選那個品牌 可能加盟金少一點 剛剛推出來的 可能來講 什麼免加盟金 免全力金 免保證金 但後面就沒有輔導了 你就開始自己做了 那這個品牌 對顧客來講的話 覺得品牌比較差 所以選錯品牌了 當然可能就會失敗 這是第一個 容易失敗的原因 對 選錯加盟品牌 第二個來講的話 很多會失敗的是什麼 就是經營管理 對啊 做得不好 很多你在上班的時候 公司有主管 有老闆在管理 今天你自己做老闆的時候 你最大 第一個我們發現很多店 你開店有沒有準時 早上你開店 晚開店 晚上很多怎麼樣 早說 對 又提早說 又提早答案 老闆自己愛玩就對了 對啊 那包括你這中間 很多的中間的 經營管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這種老闆 小老闆 都有勤儉的美德 你發現很多路邊開個小店 現在可能客人比較少了 就把裡面的燈光關掉 靠外面的留著省電 姑姑從外面玩了一看 那店看起來暗暗的 感覺好像要倒要倒 現在沒什麼客人了 冷氣先關掉 有客人進來冷氣再開 那姑姑一進來就覺得悶悶熱熱的 對啊 印象就不好 第一次的很重要 很重要 第一印象 第一次 第一次搞關 以後就會搞關 名人可以靠第一次吸引姑姑進來 後面要不要再持續了 他自己本身 要能不能做得好 對啊 第三個失敗原因 包括開店地點 選擇不好 很多創業的朋友 對不對 他要省成本 找那個地點 可能便宜一點 租金便宜一點 那問題是人潮太少了 那這段我必須要去強調 大家都講說 人潮就是賢潮 對 多數時候是這樣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對啊 不是百分之百 你看台北市龍山市 正對面 以前麥當勞也在那邊開過一家店 對啊 那個人很多 對啊 後來 可是不吃麥當勞 對啊 龍山市的人怎麼會吃麥當勞呢 對不對 游民比較多嘛 所以你要看開店 人很多 很重要 你要看那些人 是不是你的目標顧客 所以開店 人家有一個順口六 也是口號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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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location 這裡面還要細分 不同的行業 對 剛剛老師特別講到 說夜市人很多 那你開在夜市就對了嗎 我跟你講 夜市學問大了 第一個 你要買什麼 你賣什麼東西 如果說你賣的那個東西不是適合夜市的這些人 不是你的目標的話 你一樣沒有效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 還有前後門理論 也就是說你是要開在夜市前呢 還是要開在夜市的尾端呢 還是要開在夜市的中間 那就要看了 比如說我們接下來 我們先來公佈第一名好了 第一名什麼店 我們來看第一名什麼店 滷味 滷味小姐 滷味就當然要開在門口 也就是這個夜市進去門口 你比如說像饒河街夜市 它是右近左出嘛 對 所以呢 右邊 第一家店 第二家店 如果你是賣什麼臭豆腐啊 小吃啊 滷味的話 你就要開那邊 因為整個然後就夜市 有四間五間的滷味攤 對 那前面我已經吃飽了 我走到你那邊 我就不會想吃滷味了 所以這個還有這個前後門理論 對 不過講到吃的 Erica的網站都是美食網站 很多創業的嗎 很多耶 其實因為我這段工作 我除了自己是創業之外 我也透過這個工作機會 很多時候可以去訪談到 或是去訪問到 很多自己創業的老闆 不管是開外帶飲料咖啡的 便當鍋貼的都有 甚至是滷味小吃的也都有 那像很多 甚至有現在更多的人 是透過網路來做食品上的創業 譬如說他本來沒有店面 他就是做宅配食品 然後直接都透過網路上下單 之後就直接寄到你家 那這個過程中 當然這種創業 當然第一件事情口碑很重要 就每一個人都講到 第一印象 怎麼樣去把聲音做好 所以像我們有一個經驗就是 在網路上面我們有 吃過那很好吃的那個醉機料理 那大家訂了之後 辦公室女生超愛瘋狂團購 所以一訂下訂單之後 吃過好吃耶 然後開始就瘋狂下訂 可能一單可能都會到兩三千塊以上 那他只要把這群客戶經營好之後 聲音就慢慢起來了 所以其實在做無店鋪行銷這件事情 也是蠻多這種所謂的餐飲產業 開始慢慢跨足的一個領域 在創業的這一塊 可是滷味為什麼是單滷味呢 因為它烹調方便嗎 它有它的製作過程 當然第一個 就像它其實也可以做 所謂的中央廚房栽培的概念 就是它都可以把它的食材 品質控制得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好 然後它一樣就 一樣給加盟主一樣固定的東西 那加盟主也不用特別的去烹調它 可能飲料它還會有 檸檬倒錯CC素 所以那杯喝起來太酸 但是滷味它已經一包一包 都幫你處理好了 所以它那種加盟起來 也是非常方便的 滷味和小吃店 對啊 但是還是要有門檻對不對 開這個小吃店 這個基本上這幾個是去年 就是台灣聯手加盟補助協會 它辦那個聯手加盟展 去參觀的民眾投票 票選出來的10個品牌當中 歸納出來的行業 所以來講 大概票數最多的是屬於這種 滷味小吃店 所以你剛剛可以看 要艾斯克介紹 它的技術門檻 比較低 比較低 所以技術門檻低 那第二個 投入資金相對 大概也不用那麼高 對不對 可能在這種店來 看你店的規模大小 可能大概在100萬元上下 就可以了 因為誰家沒有一個 很會煮的婆婆媽媽呢 想把媽媽的口味傳出去 所以是很容易入門 對不對 你家有很會煮菜的女主人嗎 我媽媽 除了她之外 沒有 我不會 你是主顧客喔 你算是 我覺得跟台灣人吃的習慣有關係 因為這種的閒食 小吃小點 小吃超愛啊 還是很多 小吃的 一家有白飯 然後有滷味這種東西 對 我兒子就是這樣養大的 哇 嚇崩了 對啊 這最簡單 不過像平洋大哥的餐廳 你的撇入便當 會不會想要衍生 在做這些東西 外帶滷味什麼的 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操作過程會不一樣 你可能要加很多東西 所以還是單獨做你的鐵路便當 對 不過剛剛視頻老師有講到一個管理 平洋大哥 你會不會用你球隊的管理方式去 球隊管理 實際上會有點類似 對 就是管理員工 他有一個準則 那很重要 對 而且那種傳承和向心力 所以加盟店越多 或是說你的分店越多越難管理 對 一家店可能看得到 但是十家店可能有些店看不到 真的 對 那通常就是看不到 那一家店會出狀況 可是以以前你那個世代 你會不會動手打員工 不會動手打員工 不會拿滷蛋丟員工 沒有 你不知道我們體育界 這種人被 運動也很嚴格的 他這種level的級別 當然 用眼神就可以掉出 他這樣嗚嗚一聲旁邊都怕 事實上但是錯了 在球隊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在出社會帶員工的話 是不一樣的 現在八年級生 你這樣子 對 他今天來 待會就走掉了 待會就走 不是明天 待會就走掉了 真的 不是明天 對 馬上 對 不過剛剛講到 這是前五名對不對 對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的 Erica你又是要提供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年輕人 尤其是七八年級生 蠻喜歡在網路上面創業 不是網拍喔 不是網拍 就是批貨賣東西這種 他們可能有一些很棒的idea 譬如說他想到一個需求 而這個需求沒有人做的時候 但我們就是以美食這個需求來創業 所以我還記得我創業的故事是 我們那時候創業才四個人 然後在兩坪不大的辦公室裡面 哇 那迭羅漢上班 是一張桌子四個人對面坐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那個辦公室沒有冷氣 沒有空調 是沒有空調 唯一的一台電扇吹的不是人 是機器 因為機器如果過熱它會當季 所以到現在一路這樣走過來 到今天我們大概公司 大概120多坪 然後員工人數大概80個人 但這段路上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挫折 職場專家教你 發不出薪水的小屁股 曾經發不出薪水的時候 這晚上很難睡 你知道 隔天面對三十幾個員工 坐在你前面你還必須得笑 難睡就要往北睡就好 其實譬如說可能會發不出薪水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也是會去思考 我們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當然過程中有一些事件去肯定 我們譬如說像我們就曾經在那種 後來從兩坪大搬到二十幾坪大的辦公室之後 我們在某一天的下午 也是很捨不得開人氣 大家是流著滿身汗的時候 接到一通電話 打電話來說 你好 我這邊是Google 我想跟你合作 我們所有人都覺得 你是詐騙集團吧 當下那個動作還是掛了電話之後 打電話先去165防詐騙專線說 我們接到詐騙公司的電話 說要騙我們的錢 後來再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這通電話又打來了 然後說我這邊是Google 上次跟你談那件事情 你有沒有認真想想看要幫我們合作 後來我們想想 好啊 那你要在哪裡見面 不如你來我們的101辦公室吧 到那個時候我們真的坐在那邊 打開冰箱滿滿的 哈根大使的時候 75層樓 對 滿滿的哈根大使 我們是真的拿著哈根大使 跟他開會的時候 我們發現真的是Google 而且一個國際型的 Global的網路公司 看中台灣的網絡市場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是莫大的肯定 沒錯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繼續做 當有了地位跟價值之後 下面自然就會有利潤進來 對 像包含像今年 我們跟雅虎合作 甚至最後我們拿到了 國際上的很大一筆的資金的挹注 都是為了希望能夠幫台灣餐飲 台灣餐飲 多少 幾位數 500萬美金 500萬美金 美金喔 我們企圖是要拿國外的錢 把台灣的生意做好 所以我們想要 先拿2萬塊 我來第一個語言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很幸運的 能夠拿到日方的資金 然後挹注台灣 希望能夠幫台灣的餐飲產業 可以整個在做的更 就是網路跟實體的整合 能夠更有價值一些 能夠真的幫助所謂的 幫客人帶到 所謂的顧客關係管理 或是做到進一步 下一步的未來的可能性 引進科技化的東西進來 所以這是網路創業的典範 還好有撐下去 真的 從四個人對看那個時候 捨不得吹冷氣 對啊 然後到現在你看 八十幾個員工 艱辛的過程 曾經發不出薪水的時候 真的晚上很難睡 你知道 隔天面對三十幾個員工 坐在你前面 你還必須得笑 難睡就要往北睡就好 你是哥 只要跳個頭就好 那時候太跳不掉了 難睡嘛 你發明王 還有什麼新興行業 其實現在非常多新創的這個行業 像剛剛這個 我們這個Erica講的 還有很多 因為現在年輕世代 他們很會使用網路 比如說幫人家做關鍵字行銷 這樣的公司 而且也都是很快速 我覺得台灣的人 你不要看台灣的小孩子 我覺得台灣的小孩子 那個創意真是無限 都是跟國際上面去簽的 拿到金賞獎 開店一兩年 開公司一兩年 還有做什麼呢 還有做這個 幫人家設計APP WhatsApp 因為大家現在很流行用手機 它幫人家設計這個WhatsApp 然後這個WhatsApp 你知道要放在iPhone上面 要經過Apple的認證同意 才放得下來的 所以說很多這種新創的 會慢慢慢慢出來 對 不過我一定小心得 就如果大家真的要自己創業 當老闆的話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 就是從今天開始 就是24小時不能放心的不歸路了 從我當老闆開始 我真的覺得沒有一天是休假 所以這就是剛剛節目一開始講的說 老闆有老闆的性格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當老闆的 對 很希望電視機前面 現在有創業想法的觀眾朋友 今天得到很多訊息 也創業 是誰 你怎麼會找到他說